歡迎收看我熊老師佩玲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的是這個 立體的幾何 那在 有的課本 有的教科書或參考書 會把它放在比較前面的章節 那就是往年的升學考 你看我們已經很接近升學考試了 往年的升學考 會考或極測通常都會有一兩題 這種立體的問題 而且問的都很固定 等下就可以來看看他們都愛問些什麼問題 那先來看一下 在這個課綱裡面我們會學到的就是 關於這個腳椎的問題 那因為有很多 這也是為什麼我前面沒有急著一定要教的原因 有很多東西在國小都教過了 那有一個正式腳椎它的底面邊長 是 底面是邊長12的正方形 那大家已經很習慣這個是葉馬 不要理他 那它底面是邊長12的正方形 側面和腰長都是 側面都是腰長為10的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以正方形為底 然後 那個 在四面都跑出 長 就是腰是10的 等腰三角形 把它接起來 如果把它攤開來的話就長這樣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圖形 然後折上去 折上去 折到上面變成一個正式腳椎 那 這裡補充一個姿勢 就說 幾腳椎 這個幾是由底面是幾邊形 往上做的腳椎 就叫幾腳椎 然後如果你要是正 幾腳椎的話 除了你底面必須是正 幾邊形之外 你往上延伸的這個腰也都一樣 一定要 等長 就是你一定要往上面是等腰三角形 才能叫正 幾腳椎 那他問你這個四面的底 表面積和高 表面積我們就已經 畫出來在這裡了 就是說它的底邊是12 他側邊是10 我就不用全畫 一式一式畫幾個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算面積 中間的面積是144 那側邊的面積呢 這個12 然後10 10 等下三角形 這樣子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它的面積呢 其實 應該要會了 應該要會了 他面積是多少 那我為什麼要講應該要會了 代表這裡面有 你可以解決它的 關鍵嗎 因為它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如果你做高的話 會把底邊平分嗎 平分的話是 兩個只要三角形 斜邊是10 一股是6 中間是8 那所以它底是12 高是8 除以2是48 所以一個 一個 等腰三角形是144 四十八 我應該寫12乘以8 12乘以8 除以2 乘以4 好 所以一個是48 兩個是 四個是 一個是48 四個是 這個 48乘以4 192 192 192 那192還有144 192 144 192 這就是表面積 這就是表面積 那 球這個面積 表面積是336 那它的高呢 它這裡的高 是指這個腳椎的高 那當然我可以理解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順利的畫出 這個腳椎的圖形 對學生來說 這個 目前還不是 目前還不是 目前還不是必要的能力 那它的高是指這樣子 那我可以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如果你將來有需要 要畫這個 要畫像這樣子的立體圖形 那 你可以學會一個道理 就是說 牽直的一定是在你的圖形裡面 是垂直的 牽直這條線 這條牽直的線 就是在你圖形裡面 真正垂直的線 你說 這個不是直角嗎 因為立體圖形 就畫一定不可能 該直角就都畫直角 你要畫不出來 但是如果牽直的話呢 它要跟你的整個圖 要在你的這個圖形裡面 是真正的牽直的這一條 那這樣子比較不容易被誤會 比較不容易被誤會 包括自己看也比較容易看得懂 算了不用 OK的 那所以呢 他就問這個高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地方如果接起來的話 那你可以想像 我的這個高 他是垂直於整個面的嗎 然後 我的這個高是這樣垂直於整個面的 然後他跟這邊這條接起來 所以這個高跟這裡其實是夾直角 我把剛才那個直角弄在這邊 這個地方是直角的 可以嗎 那所以這裡出現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呢 他的高就是我們不知道的H 那他的一股 是這個正方形 對角線的一半 對不對 他是對角線的一半 那所以呢 他正方形變長是10 他對角線的一半是5 跟號2 這個 這個這個就不難了 這個就要自己能夠 算快一點算出來 正方形10 10 對角線是10跟號2 一半是5跟號2 然後他的 他的這一條斜邊 他的斜邊是這個腰 也就是10 這樣子 那這樣這個H是多少 H平方加5 跟號2的 平方加10 會等於1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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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生 sorry 這樣子 那實際上 我們不用真的去解他 你要真的去解他 還可以啦 這就50 這是100 100-50是50 開根號是25 是 根號50也是5 根號2 那我剛說 我們不用真的去解他 因為他就是1 比根號2 所以他是1比1比根號2 所以H也是5 根號2 這個問題 可以嗎 那麼下面這個 他是 正三角追 跟上面一樣 底下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他是正三角追 那正三角追 因為他底面一個面 然後側面有三個面 而且他如果做成這個 如果他側面三個也都是正三角形的話 可以剛好圍起來 就他四面是一模一樣的三角形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被稱為正四面體 四面是一模一樣的 四個 一模一樣的造型 而且他 四個面的夾角也會一樣 就是你翻來翻去都看不出來他翻過了 因為他四個面用哪一個面站到地上都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問你他的表面積很高 那他表面積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講 我們剛才已經講完了 就是他四個面是一樣的 那所以正三角形 我們其實就是在練習一次這個 正三角形如果邊長是A的話 那麼他面積是多少 那因為正三角形也是等腰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是2分之A 2分之A 這裡會垂直 1比更號3比2 這是2分之更號3A 可以嗎 到這裡 其實我有點希望你們能夠直接講出來 而不一定要畫 我每次都跟學生說 你不一定要背 你可以去推論 但是其實你如果真的用很久 你還是多少有一點印象 因為 每次都靠推論 要是你懶得推怎麼辦 要是你算錯了怎麼辦 你有沒有辦法 要是你算很久 想很久 怎麼辦 那就是說你稍微讓自己有一點印象 還是會有助於你整整件事情 包括做的對還做的快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能夠很快的推論 然後正確 然後就開始算 那我都覺得是很OK的 不是說一定要背 所以這裡呢 每一個三角形的面積是4分之更號3A平方 然後他其實有四個 一模一樣的三角形 所以他是4乘以4分之更號3A平方 所以他就是更號3A平方 這是他的表面積 那他的高呢 就是我們剛才畫的最後的這一條 那你會看到我把底用綠色 然後斜邊三個腰用藍色 然後高用咖啡色 推一點比較好對焦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這個 我可以直接講 要證明有點困難 對你們現在來說 但是我可以直接說 他這個 他這個高最頂點 頭硬下來到底面 的這個垂組 高就會有一個垂組 這個垂組 剛好會是底下這個三角形的那個三星共點 所以 如果今天我把這個點叫H 然後我的這個三角形叫做 BCD 底面是BCD上面是A 然後垂組是H的話 那其實呢 我會發現這個H呢 他就座落在BCD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星共點的位置 這個三星共點的位置 那所以今天我如果想要算他的高的話 我有兩個算法 我可以把它算到底面 再去跟底面的高 發現這裡會出現一個指導三角形 或者我有另外一個算法 是把它拉去側邊 這裡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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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把他拉去側邊那底下這個是H 這個點是H 那就會有這個H HD D在右側 D在左側 B C D 所以這條紅色的這條紅色的就是這一條 那他會是多長呢他就會剛好是這個 這個正三角形的這個外接圓半徑 也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說這個A 2分之根號3A 這一條會等於這一條 因為他剛好是外形嘛 所以他是2分之根號3A的3分之2 這個 這裡2分之根號3A 的3分之2約掉約掉 所以他其實是3分之根號3A 可以嗎 3分之根號3A 那然後呢我們要問的是AH AH這裡因為他牽直垂直下來 這樣垂直下來 這一條嘛 對不對 給他 這樣子嘛垂直下來 那垂直下來所以這裡會出現直角 上面這個點是A 這個點是A 然後拉下來 所以這裡會出現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到到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 所以說 AHD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我們就用必試定理 OK OK 那因為AB本身是A 然後DH是 3分之根號3A OK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直接看出來這個 他是他的根號3倍 就你把他乘根號3之後就變他 你如果沒辦法直接看出來沒關係 你就去做必試定理 就忽略A 這3分之根號3就1 然後就可以算這個 如果你有看出來 他是他的根號3倍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這個三角形 他本身 這個只要三角形 他是 1比什麼比根號3 根號3在斜邊 所以不是1比根號3比2 1比什麼比根號3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是根號2 所以這個AH是他的根號2倍 那他是3分之根號3A 所以再乘根號2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答案 高呢也就是AH 就是3分之根號6A 這個就是正三角形的高 那一樣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邊來算喔 我這個地方如果叫H 我們剛剛不是算DAH 因為這個地方是牽直的嗎 他不只過來這邊是直角過來這邊也是直角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想像在BC這邊延伸過來這裡有一個點 對不對就是那個垂直下來 那這裡有一個點 假如我們叫M的話呢 那麼這個 這邊是 2比1嘛 所以MHM其實是6分之根號3A 那麼呢最後呢 我們這邊 在B 我們來看側面的這個三角形 ABC的這個三角形 這也是一個正三角形 在ABC這個正三角形的時候呢 對不對 H在這裡 H在這裡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M 然後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了 HM就是三角形內切圓半徑也就是6分之根號3A 6分之根號3A 那你就會發現那我要怎麼知道AH是多少 這裡還缺一條 我們把這條補起來 就是AM 那AM長其實也就是 正三角形的高 所以AM長本身會是這個 2分之根號3A 可以嗎 那於是呢 剛講這個 HM是6分之根號3A 於是這個 這條三角形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2分之根號3 這個6分之根號3 可以嗎 好 這樣 OK 那麼 這樣子的話呢 他他比他是1比3 這個大型跟剛剛那個不一樣 最後的那個 他比他是1比3 那1比什麼比3 1比2根號2 就1比 根號8比根號9 對不對 1比2根號2比3 所以他是他的2根號2倍 那 6分之根號3A 乘以 2根號2 所以他是3分之根號6A 那就跟我們剛剛算的是一樣的 可以嗎 然後在這個單元 剛才介紹的腳椎之外呢 還有這個圓椎啦 有一個圓椎 那這個圓椎側面是有一個 半徑5 圓心腳是 120度的扇形 所捲 捲成的 也就是說在這邊 如果 我記得前面有教過啦 那如果前面沒有學到的話 在這裡就是 順便就教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一個圓椎的造型 就是那個田筒的造型 你如果把田筒的紙掰開來的話 不考慮重疊的部分 單純就把他的側面整個攤開來的話 你會發現圓椎的側面本身是一個扇形 這樣子 這樣 我這個圓可能 合理來說是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把它塗小一點 這樣子 然後他跟你說這個圓心腳是120度 我的120度也畫得有點太小 無所謂 然後他跟你說這個這個扇形本身的半徑是5 然後那問你這樣這個底面積 那 這個如何去求這個底面積 其實有點像我們前面剛剛講那個齒輪 不是前面上一集 上一集講的這個齒輪 我們說齒輪在轉的時候一齒接一齒 所以這個齒輪轉了幾個齒 這個齒輪就會跟著轉幾個齒 那一樣的道理 你這個扇形 這邊跟這邊是接起來的 所以你的扇形的這個最後圓弧有多長 其實你底下的這個圓的圓周就有多長 那所以要算這個問題的話呢 其實就是 我們把它變成 A B C的話 我們先去算 B C壺 先去算B C壺的話那因為 整個圓的圓周是 2πR 所以是10π 10π乘以120度的話 360分之1 123分之1 所以他是 2乘以5乘以π乘以360分之120 所以是3分之10π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這個壺 那這個壺就會等於 底圓的圓周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底圓的半徑就會是多少呢 底圓的圓周如果是 是 底圓的圓周如果是R的話那麼底圓的圓周說是3分之10π嘛 對不對 所以3分之10π是2πR那麼所以R其實是6分之10啊 那麼所以底圓的面積 1 就會是πR平方嘛所以是30 6分之10先約好了 9分 3分之5 3分之5平方是9分之25 好這就是 底圓面積 這是第一題 糟糕 第二題沒地方行 那 他問你這個角椎整個的高一樣喔 他不是他是問你就是整個立起來之後 等於說我整個立起來 可以想像吧 這個是圓錐嗎 那我整個立起來之後他就是問你這個高H是多少 那跟剛才一樣啦我們其實去找那個直角三角形 因為側面 側面就是你不管怎麼說從頂點到側面這個圓弧上的每一個點是不是都是5 就是大這個這個這個扇形的半徑 所以其實這邊好就是5 這個就是5 那這個是5的話呢這個是H然後底下的圓半徑說是 3分之5 我剛剛算9分之10 所以就3分之6分之10 所以就3分之5 那這樣H會是多少 那又來到剛才那個 直角三角形 3分之5 H 那在這裡附帶 重新強調一次這個習慣你會發現我每次要討論什麼 我就把它把這個造型從原本圖裡面拉出來再畫一個 這個從我們在那個教全等三角形的推論的時候就有教這件事情 就你不用全部都擠在這裡算 你就拉出來在外面另外畫一個這樣子 會比較容易看清楚那不只是我教你啦 老師這樣做 老師教學生這樣做之外 其實就是我也會要求學生有這個習慣 因為你這樣子去思考都會比較清楚 那畫個圖才一下子越畫你就越漂亮 有時候學生都會講說可是我圖畫很醜啊我圖畫畫不標準 我原本圖也畫不標準 就你越畫就越漂亮啊 那我是老師沒有錯我要畫很多個圖因為我要教學你是學生你要畫圖一定比我多啊 我到後來都發現其實我的學生算數字有的都算得比我快 那因為 你們要考試我不用 你們要為了練習而寫很多題目 我是寫很多題目因為我要教教你們的時候我會寫到 但是其實你們真的認真念的話你們練習到的題目一定會比我多的 所以說啦 那麼的那麼的 這個H就是 跟剛才一樣啦1比3 所以這個是2跟號2啦 所以這個圓的高是 3分之10跟號2 那因為這不是作業所以我就不標上去 教完就好 然後下面看這個問題 他說 有一個圓 高是12 然後底面是一個半徑為9的圓 然後說側面展開是一個扇形 求這個扇形的圓形角 等於是剛才那個問題倒過來 他已經告訴你了 他已經告訴你了 而且又告訴你底面的半徑是9 這題其實相對前面來說是很簡單 對不對 那問你啊這個扇形的圓形角然後又問你這個扇形的表面肌 所以首先我們就可以算出來這個扇形打開來之後的扇形的半徑會是3比4比5是15 那我要怎麼知道他打開來我現在知道他打開來是半徑是15沒有錯啊 那我要怎麼知道他打開來的角度是幾度 那注意喔注意喔 不是用看的 也不是你把這裡接起來 這樣有一個三角形是181515 就這個角 不是喔 不是 那 就算是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這樣這個角的幾度 那也就不是喔 那是怎麼算的呢 其實我剛剛講的 這一題跟上面那一題剛好是整個順序是相反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解答 解答的方式就是推回去 我們剛才是不是 從 扇形 收 圓弧 周長 半徑 那麼這一題呢他是先給你的半徑嘛 然後 所以你接下來要算的就是周長 所以他的周長是18拍 他的周長是18拍 2拍啊 那麼他的弧長就是18拍 他的弧長是18拍 可是他的半徑是15 那麼是不是就可以求角度 他的半徑是15的話 他的2拍是30拍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他整個圓是30拍 那你佔了18拍 那整個圓是360度 所以約約就可以了 那360跟30約好像比較快 這兩個約掉是12啊 18乘以12 18 36 216 所以這個角是216度 那最後問你這個圓錐的表面積 就是 算這個面積 又算這個面積 底 就底面也要算喔 不要漏掉底面 底面半徑是9 這裡有81拍 的面積 81拍的面積 那這裡呢有 225乘以 就是 你可以說360分之216 那其實他也就是30分之18嘛 那其實就是 5分之3 所以是 15平方 15平方 225 5 乘以5分之3 可以嗎 7 對 所以是 那我們剛才說 225乘以5分之3 225除以5的話是45 45乘以3的話是135 所以這是135拍 平方單位 那135加 81最後要加起來 所以是216拍 這數字怎麼好看 平方單位 這樣可以嗎